打掃心殿靜思堂 这是北区慈祭志工的大福田 人人带着工具分工合作 还有小志工来帮忙 因为他在家 他觉得玩好像没有什么好玩的 他就对他很无聊 他就想要跟我来一起打掃这样子 跟他讲说那个莲花椅 要给菩萨做的 他要认真擦这样子 蒋经堂的莲花椅刚装好 面积最大 每一张椅子都要仔细擦拭 即使是夹缝 也不马虎 一个擦湿的一个擦干的 这样子椅子里面 莲花椅里面才不会缓擦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缝 这个缝今天一定要擦 因为那个擦头装进去 它会有一个盖子盖起来 你以后就擦不到 小地方不忽略 高处也设法完成 尤其是走到旁的玻璃 厚厚一层灰 从里要擦到外 每一片都要透明清澈 大抹布拍上用场 多拉几次 多拉几次这样 地下室的停车场是一边扫 一边收集脏水 坚持物流痕迹 停车场不是很平 水一通过 又没有那个排水的 打扫用了多少水 然后这么多水都要把它清掉 上百位职工各个用心 为北区受证 祭岁末祝福做整备 欢喜迎接 清静庄严法会的到来 大爱新闻 真善美职工 钟亚勤 高全发 特别报道